这个专计我要说是 我们来说是台湾本土政权之战 要怎么样维持我们本土政权 对方的 大家就在说 说他要人败败 怎么败 大家就说 我说可以 分章 政治分章 不爱密室政治 但是也是赤裸裸的 在你以前演出 密室政治 所以他说心口不一 一种街道是可以到市民 所以这里面在分章政治里面 我们一定要唾弃 因为这样对台湾的领嘴 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这边呢 我们不可以赖主赖总统 他就准备好了 我先来说 他承接了我们蔡英文总统 是个坚持 确保台湾的主权方向 他是准备带领台湾 走向繁荣台湾 健康台湾 好像还没有真心想要帮高在于 就是挺他到底的这个感觉 哈哈没有 我现在的职位就是台北 等于是我们赖总统 这边的竞选的主任委员 那也包含我们立委的一个辅选 所以对于八位立委 都同等的看待 希望他能够当选 让我们国会能够过半 选举都起起伏伏 尤其选举立法委员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还有七十几天 那可以再度努力 努力再努力 今天晚上好像他的竞选要成立 那我会去 我相信就有认识 一对我们对处里面说 我们是会贏的 我认识的天下是什么样的 大家要知道 这次我们有一个 算是战略政治的一部分 这也是我自己 流出来的 我不会说这个是谁的问题 但是是我个人的问题 个人照顾更能单